吳宗憲 陳漢典 露露 綜藝大熱門 吳宗憲 Sandy 小明星大跟班 林一辰 佛高善良的我們 徐瑋寧 佛高善良的我們 郭雪福 此時此刻 賈靜雯 此時此刻 三粒競爭舞酒 入圍十項超狂 憲哥主持雙喜 准時候們往內呼大 今年綜藝節目獎 入圍的有 三粒電視的全明星辯論會 再來是綜藝大熱門 第五十九屆金鐘獎入圍名單 今天揭曉 其中三粒 總共入圍十項 戲劇類兩項 綜藝類包括綜藝 一支節目及主持人八項 綜藝節目主持人獎 入圍的有 小S 派翠克 小姐不惜地 吳宗憲 Sandy 小明星大跟班 吳宗憲 陳漢典 露露 綜藝大熱門 綜恰恰 許孝順 苗可莉 超級夜總會 看起來這一組競爭會非常非常非常激烈 憲哥除了主持人雙聊入圍 還台內互打超級夜總會 戲劇類三項 網內互打最誇張 迷你劇集電視電影女主角獎 入圍的有 林一誠 不夠善良的我們 許瑋寧 不夠善良的我們 戲劇節目女主角獎 入圍的有 郭雪福 此時此刻 賈靜雯 此時此刻 迷你劇集電視電影男主角獎 入圍的有 李明忠 李明順 不加碼兄弟互打 整得很drama 賀君翔 不夠善良的我們 賀君翔會別桃色風波後 風光首度入圍金鐘獎迷你失敵 戲劇失敵也是死亡之組 競爭超激烈 本屆入圍最大一株 評審們則一致認為是瓜哥 其實經過很多輪的評審 因為這是一個集體的過程 所以經過很多輪 我們也覺得 瓜哥真的是經典最大的演出 戲劇類此時此刻演員 已單集入圍 對抗其他場編劇集 會不會又有不公的疑慮 演技沒有辦法用量化來處理 也就是說我們沒有辦法用它出現的描述 就是不管它出現多長 但它足不足以說服在場的九位評審 這是最終投票的結果 有很多優秀的作品 它可能同時在同一個獎項上 報名了非常多人 就形成了網內互打 所以這個對評審而言 是一個非常嚴苛的考驗 就是我們不但要在網內討論 他們的表現 還要跟網外的其他競爭對手 所以就會讓我們的整個討論過程 非常的長 對評審大家的信仇 你看得上 你真的有影響到評審者嗎? 我們還是以作品說話 所以不會討論私領域的事情 凡事沒有入圍的都是遺珠 然後入圍的都是珍珠 然後我們在頒獎典禮那一天 就可以見證給大家知道 所有評審的掌上明珠是誰 好嗎? 謝謝齁